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里发展促进会 欢迎来到 热炒九九达人上菜 这位先生 您哪位啊 什么哪位 你是来干嘛 你先休息会 今天我们来看看 这个缴获的达人 我们有太多的问题 想要问他了 Mellon和小薇 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达人密码 好的 第一个是瓦力 再来是冰霸王 最后是卡米娜 让我们一起欢迎 搅货大王 佩妍夏志士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 好了 你的任务到此为止 你可以出去啦 我跟他们两个单 我是说 那我宁愿 让我们今天的单元 窗一次 达人您请回吧 没有啦 开玩笑 其实我因为我跟夏老师 我们交情实在太好了 所以他来抢我的主场 我也就摸摸鼻子认了 是吧 他要赶我出去 那我绝对不一 好了 那个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有一些问题 虽然我跟夏老师 认识很久 但是我还是今天 可能我真的第一次 请教他呢 就是夏老师 您当初是怎么样子 进入配音圈 还有 以前你念书的背景 也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 这个念书的背景 跟你进入这个行业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或者是影响 其实我很久以前 就念 念武专的时候 不是念这个 戏剧科系 是念机械科 是哦 很奇怪的 对不对 那可是机械科 我所有的专业科目都荡掉 后来退伍之后 反正专业科目都荡掉 我也不可能当 当一个黑手 那你毕业没啊 毕业了 修了五年刚好毕业 就想说 那时候我哥哥念那个 那个文化大学 国剧卓 戏剧系国剧卓 说你有没有兴趣 我说有有 我很有 其实我对这个上台表演 是很有兴趣 然后就去 不小心考上插班 就学了 原来我爱的是这个 念了戏剧系以后 我领奖学金 哇 这件事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不是插掰的 您不讲还好 一讲就让我 我们反而开始 对对对 原来这一次这么好 我真的领奖学金 然后领的还是清函奖学金 是吗 对 我们班同学就开玩笑 清函我请你这么大科 也未免吃得太好 可是运气不错 真的领了清函奖学金 然后就念了这个科系 在学校刚好又演这个舞台剧 也学到这方面的事情 那我真的获得很多 可是后来 演演这个评剧 在当时来讲 渐渐 现在也是渐渐视为了 没有这些什么机会 那我如果靠这个东西去搭班 去演出 恐怕 连我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是 那那个时候就有一些 一些学长是在配音圈 比如说曹记录 什么什么 就类的 那这个刚好有一个 李战录音师的老板 那刚好我进入这个 这个 这个 幼稚电台 去当记者 去当节目主持人 广播节目 那就接触了这个配音圈 第一次上麦的时候 我居然就可以录 嗯 OK 那因为夏老师刚才有说 你接触过很多种 不同形式的表演 就是有剧团嘛 然后也有广播节目 然后还有配音 那我想要请教夏老师 平常都如何拿捏那种 不同形式的表演方式 可以教教我们吗 我在学校的时候啊 就学到了一件事情 嗯 电视剧 嗯 广播剧 舞台剧 三种东西是 不同的尺寸 嗯 我所谓尺寸不是衣服的尺寸 嗯 就是用的力道 是 出的份 电视剧 我们讲最最轻松的 电视剧 讲话的时候 嗯 哎 我肚子饿了 这是电视剧 嗯 妈 我肚子饿了 嗯 是这样讲 是 到了广播剧 尺寸不一样了 嗯 妈 我肚子饿了 稍微夸张一点 听得出来吧 有 好 到了舞台剧的时候 嗯 妈 我肚子好饿 那是站在舞台上面 对 嗯 为什么 因为电视剧 可能这个 收麦的 这个这个 蹦啊 这个收的 环境 就摆在旁边嘛 对不对 嗯 而且他比较讲 这个讲求是比较生活化的演出 是 舞台剧 这个 这个是广播剧 不一样 嗯 广播剧的时候 大家看不到画面 嗯 只听得到声音 所以你必须做某一个程度的夸张 啊 是 然后到了舞台上的时候 因为有距离 最后一排得听到你的声音 哎呦 清楚的听到 嗯 所以速度得慢 嗯 嘴型得完整 嗯 音得咬得很全 嗯 最后一排才可能听得到 而且那个力气要很足哦 对 嗯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是因为接受这个训练 嗯 知道是这么回事 所以后来 哎 就进了配音圈以后 对于戏的要求 还有这个嘴型啊 种种种种 才会比较能够 呃 驾驭他 对 好 那聊到这里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欣赏一首歌曲 好 今天的歌曲都是来自夏老师 曾经参与过的作品 首先呢 是来自宫崎俊电影 新之国的歌曲 由本名杨子演唱的 《相间录》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夏知识 什么时候 我可以当区长 把李长博干掉呢 欢迎回到动漫 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现在进行的 单元热炒酒酒 达人上菜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达人是 什么都难不倒他 声线多变化 角色个个活灵活现的 配音员夏知识老师 参猴参悔参猴 千萬別慚愧 因為接下來講到的這部作品 真的是每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那就是探險火寶 在裡面呢 夏哥在裡面擔任的是 演出的是哪一個角色 冰霸王 是冰霸王 主要的冰霸王 主要是冰霸王 所以常會有一些無厘頭 而且讓人很搞笑的台詞 那我想不僅如此 同時這個夏老師也是這部戲的領班 是 對不對 那他的會用廣東腔這樣子的 老皮這個角色 對老皮 這個其實就是一開始試音的時候 找了很多人來試音 那客戶呢要求是 他比較希望是王偉忠的感覺 王偉忠錄音錄得很棒 我認為他非常活 那他說那我找一個人聲音 模仿王偉忠 這聲音也跟王偉忠很接近的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乾脆找王偉忠來呢 這這這這這得花多少小朋友啊 對對對 這可能得好幾個幾十個小朋友一起 那當然王偉忠不一定有空 那我們換個換個角度了好了 來思考用別的聲音來試試看 台灣國語啊什麼什麼這樣這聲音 大概都大家都試過了 所以就最好不要了 那廣東國語呢試試看 就歪打正著 那就這個曹記錄他就試了這個聲音 然後說就這感覺 就就用了這個這個這個表現方式 那這個用了這個表現方式呢 這卡通還真奇怪 剛開始錄的時候 沒有那個奇怪不是不好啦 是的 並不是很受歡迎收視率並不是很好 很高 並不是很好一開始 這卡通還是播了半年之後 突然間串紅 突然就紅了起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大家都在談論他 那後來他收視率也飆高很多 那剛剛聊完那個探險火爆 我就想到另外一部影集是 阿甘妙事件 對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一部也他的錄音過程是 呃也是由夏哥擔任領班嗎 是是 對那我聽說是帶著 真的是帶著一群的小朋友 不是像我們這樣就是1920 不是一群啦 就兩個啦 阿甘妙事件是那兩個主角 對其他的都是大人去配音員 女孩子啊 或者男人男生去裝聲音嘛 那那兩個小孩就都是用同 孩提的那種那種感覺 很天真的 多大年級那兩位 一開始第一代 進到第二代 那第一代的時候 那兩位小朋友都是 五生六 小五開始 那現在這一代呢 因為他們小孩會變身嘛 對 那他已經Teen Age了 怎麼辦呢 只好換掉 身已經不一樣了 聲線不一樣 所以換了小孩 現在一個是 一個是三生 四 一個是現在四年級 一個是六年級 哦 是 對 所以這個過程 就帶他們錄音的時候就是 因為他不會對嘴嘛 嗯 那對於戲他實在也不了解 嗯 那所以我就只好坐在旁邊 我們就比如說 我們現在坐在一起 嗯 然後他戴 他也 甚至於不讓他戴耳機 嗯 因為小孩子不會專心 他一聽到裡面的聲音很吵啊 什麼的 他就 他就沒辦法錄了 嗯 我戴著耳機 我聽一遍 戲跑走一遍 一句話 我講一句話 然後小朋友 就跟著講 哦 所以每句話是 一遍不行 第二遍 一直講 一直講 最多可能講到十幾遍都有 哦 剪下來 貼上去 哦 哦 所以二十一分鐘的卡通 嗯 譬如說禮拜天早上九點半開始錄 嗯 嗯 錄到 一個早上 嗯 大概可以錄 了不起一集 哦 了不起一集 早上 快的話 嗯 那還有可能更慢 嗯 嗯 對不對 那那有時候搞兩個小朋友 嗯 所以就很麻煩 哇 哇 他的時間很多 對啊 如果兩個小朋友 他不是錄半集 會不會還聊起來之類的 嗯 這非常累 這非常累 所以 完了以後小朋友很輕鬆啊 好好玩 哈哈哈哈 最後我都是嗓子都啪掉 哦 對 那他們在錄音間會不會不聽話 因為小朋友 不聽話到不至於 嗯 不聽話不至於 就 只是小朋友 他能力不夠的時候 嗯 他不太了解這句話什麼意思 他沒有辦法達到那個要求 你就很累 哦 你就會一直督促他 抓著他 比如說他力氣不夠 我就去抓他 像我這麼用力 看到沒有 哈哈 你是這麼用力 你講他也要這麼用力 我感受到力量了 沒有 這樣子 對 這樣小朋友還能錄嗎 哈哈哈哈 就會已經被你晃散了 所以 必須要恩威並施 嗯 是 沒錯 那我覺得像夏老師的每一個 每一件工作 就是 不僅我覺得是達到客戶的要求 而且我覺得深深能夠打動 我們觀眾 對不對 我覺得這才是身為一個演員 甚至哪怕我們只是在用聲音表演上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嗯 好 那聊到這裡再休息一下 欣賞一首歌曲 好的 我們來欣賞來自探險火堡的歌曲 Ilearn Song 最後一個問題要請教夏老師 目前您其實也有在從事這個教學這樣子的工作嘛 帶領一些新生代的對於配音有憧憬的這些年輕學員們 我想在你這個整個輔導還有教學的過程當中呢 你有沒有給這些新進的同學或未來在我們的收音機前面 想要跨入這一行的這些年輕學子們給他們一些什麼樣的提醒呢 嗯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是先培養自己的能力 嗯 不管是這個表演的能力 嗯 或者是面對群眾的能力 是 呃 在這個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 呃 同學們是 害羞的 嗯 啊 害羞的 好 即便 如果說今天你準備好了 你平常沒有人看你的時候你一個人表演的很好 嗯 可是大家旁邊也有觀眾 或者是進了這個錄音室 嗯 燈一亮 錄音室說來我錄了帶子開始跑了 嗯 你開始緊張了流汗 哎呦發抖 影響了你的演出 嗯 那就打折了嗎 嗯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是這樣子的話 是什麼原因你要探討一下 你為什麼會緊張 嗯 經驗不夠嗎 對不對 嗯 如果經驗不夠 什麼方法可以讓你彌補這個狀況 嗯 緊張誰都會 我現在也會啊 老實說 我在錄 王景平王老師的東西 嗯 我常常汗流浃背 皮皮抓了 我常常汗流浃背 可是為什麼我汗流浃背 我怕我錄不好 嗯 我怕我錄不好 就辜負了他 他給我一個機會 嗯 多好 我要掌握這個機會 我多麼希望我表現得很好 可是往往太急切的時候 反而打折了 嗯 好 是怎麼樣 面對角色的時候 你是放鬆 肌肉是放鬆的 嗯 神情 你的精神是專注的 嗯 這是兩碼子事 但是你必須同時做到 不容易 嗯 所以你必須要平常練習自己表演的 多元的表演的方式 嗯 然後怎麼樣面對群眾 我經常勸大家去站在忠孝東路跟敦華南路口 幹嘛 去那邊表演啊 唱歌啊 講笑話啊 不要半夜三點去啊 好不好 這樣子啊 嗯 上下班的時間去 嗯 這邊過來 那邊過來 對不對 一個小時 你表演一個小時 你就要準備好 嗯 一開始一定有人指著你罵神經病 對不對 嗯 可是你不要 要不為所動 你繼續表演 一直到有一天有人停下來 給你拍手鼓掌 嗯 嗯 你成功了嘛 嗯 甚至有人會丟一百塊給你 哈哈 拍手 對不對 好 當然 如果你可以這樣子的話 那你還會緊張嗎 嗯 嗯 一個小時 這邊來那邊來有沒有一萬 沒有一萬有八千 沒有八千有六千 嗯 六千個人都不怕 一萬個人不怕 你怕進錄音室一個 錄音室一個零班 嗯 再有十個十個同事在那邊看你嘛 你不會怕嘛 我的理論是這樣嘛 這沒什麼好怕的 嗯 但是因為你不害怕 因為你準備好了 你的心情是篤定的 你的技術是OK的 嗯 你就可以完美的詮釋這個角色 嗯 哇 真的非常棒的這個建議 對 好 那我覺得今天非常感謝夏老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他在工作上面的成就 還有他對於這個 這個整個在戲劇表演上面的一些心得 以及給我們後生晚輩們的非常誠懇 而且有用的建議啊 是有用的 真是 真是太值得了 這樣就完了嗎 沒有了 沒有下一集了 有有有 這個part 2 對 還有還有part 2 現在我們來規劃一個 那個下次你要來唱一個全本的什麼什麼什麼戲劇 對 我們就把特別企劃再交給你 或者我們下次就把那個要錄節目的時候 我們就搬到忠孝東路 跟真話南路口泄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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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對 這麼一個波在裡面 對 剛好我們電台也在那附近 對 真的非常開心 請到夏老師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那最後我們還是要來欣賞一首歌曲好不好 對 好 我們一起來聽一首熱血的歌曲吧 請聽天原突破OP 空色Days 同時來解答一下達人密碼囉 好 今天的密碼都是夏哥詮釋過的角色 第一個瓦利就不用說了吧 那第二個冰霸王的話 只是來自探險火堡 嗯 卡米娜就是動畫天原突破裡面的熱血男子 嗯 也歡迎各位到我們的FB上面 跟我們一起實況聊天 不是啦 謝謝大家來實況聊天 到FB上面跟我們做一些雙向的交流 還有天空部落格跟我們批評指教 不要忘了下個禮拜二 在YouTube上面 有看到今天非常精彩的錄音滑絮 還有勇哥被搖的話 對 我現在都預親了 我現在頭還在昏迷 是地震嗎 再搖一下 我平血了 好 再次謝謝夏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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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們的聽眾朋友 有一個非常平安喜樂的週末夜晚 動漫我要聽 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